注意看前方这个院子就是曾经的西桥皇帝的院子了 是的 你没听错 是西桥皇帝 如果是老一辈的广州人可能听过这个人物 但是更多的广州人甚至是新广州人 可能都不了解这个人物 那我等一下再介绍吧 如果你喜欢我拍的视频 麻烦动动你们发财的小手 点点关注 点点赞 谢谢大家了 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院子 这个院子叫做群院 前方的门口就已经是风霸气了 门口后面的房子更加的霸气 绑满的宫廷风 竞现皇家风范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红装青瓦的 跟北京故宫的红钱黄瓦完全不一样 没办法先提并论吧 因为一个是正统的皇宫 一个是化地为王的王宫 可以看到这个皇宫是挺大的吧 我们眼前所看到的都是这个皇宫的范畴 大家看到这些建筑是不是感到很疑惑 为什么这么多现代的建筑 因为西巧皇帝在这里化地为王 都是近代的事 距离现在都不到百年吧 还有这个皇宫的话还是一个金井房啊 看到没有 在以前这里的地理位置应该是比较优越的 要不这个西巧皇帝也不会在这里建王宫 走过来后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花园 在花园的中间有一个水池 原来前方这栋楼叫做群远潭 不过有点可思啊 进不去里面参观 因为这里现在已经变成某某的养老部了 现在我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西巧皇帝 西巧皇帝原名李甫群 花名李兰基 我猜大家肯定很好奇 他为什么是西巧皇帝 他的别名又为何叫做李兰基 因为当年广州沦陷之后 李甫群就在西巧这里化地为王 但是这个王并不是一个好王 而是一个暴君 坏事做劲 无恶不作 而且还占据当地各种码头等地方收购路费 保护费 每一期脸源 脸源在粤语中就是脸基 慢慢的当地人就把它叫做李兰基了 两番这栋楼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缺口 看到没有这栋楼在当时可能就是保卫楼吧 这些缺口可能就是放迁的 还看到旁边有一栋更加豪华的建筑 前方这栋建筑应该就是李兰基的皇宫了 这栋建筑现在看起来虽然十分霸气威严 但是在当时这栋建筑可能要搜刮很多明知明告才能建起来 这应该就是李兰基在当时做恶多端最好的建筑吧 好了 这就是四条皇帝的完工了 大家看完之后 有何感受 有什么闲说的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那这个视频就拍到这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